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程上书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研究其实很多了 到最近也一直有 说工程上书是不是一个事实存在 这样的疑问也有 各种有和无的观点 基本上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我个人在处理这些史料解读的过程当中 一个是康有为本身的技术 一个就是相关的史料和别人旁证的东西 但这一年我更多的从一个更大的叙事当中去观察这件事情 才能够把这个东西看得更明白一点 我就多说几句 也就是说 1894年的家务战争打起来之后 中国方面呢 就是清政府的应对是不太一致的 就是前后不太一致的 就一开始清政府在究竟打和不打的事情上 这个光绪皇帝 次一太后 李鸿章 翁统和 这角色层面呢 实际上是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的 就对清政府 清军的力量 也有一个 也并不是都有一个很清晰的看法 那么就是在经过了朝鲜的陆地上的几次战役 就是平壤战役 这个南部朝鲜的战役之后 特别是到了黄海大战之后 清军呢已经暴露出来 就是说这种 在这种积聚的状态上是没法去打这个仗的 那么这样的就是清政府呢实际上在黄海之战 黄海之战是9月17号了 黄海之战之后呢 清政府内部就有一个呢 这种妥协的一个声音 因为妥协声音就是说 照分析朝鲜战争本身 这个加募战争本身 它的那个政治上的诉求其实非常简单 它不是中日两个国家本身的战争 不是中日这种对打 因为它牵扯到一个第三者 就是利益攸关的第三者呢 成为第一者 就是朝鲜本身 那么朝鲜本身 朝鲜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 某种意义上来讲 朝鲜是给清政府翻脸了 他给清政府翻脸 他在请求日本去打 那么中国在道义上 实际上在这场战争当中 一开始就没有道义上的正义性 那么这样呢 就是在这场战争打得很不方便了 那么再加上 我过去我可能也讲过 我给各位可能也讲过这个问题 我在其他讨论当中我也讲过 再加上当年的国内的政治问题呢 实际上战争就没法持续下去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黄海之战之后呢 其实就是清政府在寻求妥协 那么等到十一月份 等到十一月份呢 就是崔太后的生日过完之后 六十大书过完之后 那就是正儿八经的就寻求妥协 那么寻求妥协呢 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几次了 有几次这个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去寻求妥协 那么在寻求妥协的过程当中呢 像张英环啦 和德索林啦 他们都先后到日本去打探一些情况 但日本不谈 或者等李鸿章去呢 基本上都到了1895年的春天了 那么这样的李鸿章去谈 去日本马关谈的时候呢 这个事情就比较明朗化了 日本的条件 特别在经过李鸿章被刺杀之后 那么这些条件呢也都很明白 当然这个条件一看的话呢 确实是中国 是中国就觉得 是超出中国原来的预想了 就没想到会这么高的这个要价 巨额的战争赔款 台湾澎湖列岛的隔让 朝鲜的独立 那么这一系列的事情呢 都是中国方面的感到很为难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 就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清廷内部 对于如何应对 马关谈判之后的这么一种困局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操控了 那么这点我们可能看得很明白 就是说像康有为和一波年轻的学生 这时候都在北京 他们都在北京 那么这是一个可利用的一个民间的力量嘛 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 所谓公特上书 所谓公特上书 所谓台湾的这个就是 军民的这个就是抗争 其实背后都有一个高层政治的这种引领 或者是暗示或者是提示 所以公特上书这样的才使我们后来研究公特上书觉得有 而又觉得有没有的这种感觉 那就说明什么呢 他实际上在一开始在面对 在面对这个日本的压力的时候 确实有高官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就是 康有为的公特上书 他的背后的主要的因素可能就是 就是乌冬河和张一环这样的嘛 那么这样的就是说 他当然是一个事实存在的 就我个人我在处理的事实上 我觉得他是个事实存在 但是呢很快的 也就是这个尚书呢也就 也就等于那个主动的就停下来了 那么天内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的抵抗 加上一系列的这个就是抗争 立马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战争不能像中日在马关谈判的那样 就是随着合约的签订 随着合约的交换 而战争停下来 那就说如果这个这种学生的抗争 中国内部的抗争 加上台湾的如果抗争继续下去的话 那么可能就成为大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李鸿章和朝廷 给朝廷大概就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 李鸿章给朝廷有个报告 这样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停下来 可能就不行 就是战争并不能到此结束 就是所有的谈判 可能一切归零都要重新开始 这可能是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吧 谢谢宏伟 其实这个问题我过去我也讨论过 就是 因为这是康尔维梁体操他们的抱怨 他们就是在这次那个 光细皇帝连续召见了一大批 这个年轻的 这个就是 年轻的官员和这个就是 熟生这个这个知识人了 严富 康尔维梁体操 张元忌 谭思同 这些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录取得到召见 谈话 还有像这个 李鸿章 也都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就是光细皇帝所召见的一拨人当中呢 许多都给安排了 都做了事情 都是这个安排了相应的职务 嗯 就是这一点呢 其实我在过去的分析当中 我讲 我讲清帝国的众人体制 实际上是有规则的 就它并不是一个 一个就是说 一次性谈话 一次谈话 就发现你如何如何的话 马上就会重用 这个考谈不是一个实义性的 那么光细皇帝呢 在这种重大的人事决策上呢 也拥有的权力 其实是相当的有限 就不要想呢 皇帝就是一安九顶 想干嘛就干嘛 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情的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 清帝国的这种安排 在对人事的考察上 比如我们看袁世凯 这是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接去做了一个副 公部的这个四郎做副部长 提拔副部长 从一个一个就是四局级的提拔 到副部级 那么严妇 从北洋的讲 这个北洋随时学堂的宗教系 还会继续到北洋随时去做 也没有挑战 那么其他的呢 像那几个 像张元纪呢 像这个 梁启超 大概都是这种状况 梁启超呢 是最为不满的 梁启超就认为就是 后来也是 康有为替梁启超也抱不平 就梁启超呢 就等于根本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安排 所以后来就引发呢 康有为要替梁启超要找个位子 所以就后来就在京师大学堂的创办 在食物报的归属上挑战上 那么就引发了一系列矛盾 所以我过去我也都写成文章 各位有机会可以去看关系 这个就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呢 早期的人事冲突 和食物报最后的这个结局当中呢 这个康有为梁启超和这个王康年 黄正宪之间的冲突 大概这都是因为梁启超没有很好的安排 那么康有为呢 康有为呢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去看 就是我们去读当时的史料当中 你会发现呢康有为在这个召见之前的一天 他遇到了一件大事情 就是清理过一件大事情 就是乌冬河被开缺回击 乌冬河被开缺 就是从帝师的这个位置上 一下子给免去植物 而且是相当的突然 但我们都实际上觉得 乌冬河似乎有预感 但是整个清帝国都会觉得 就是相关的这种层面 都会觉得很突然 去读张检的日记 读这个就是这个贺德的资料 你都会感觉到就是乌冬河被开缺 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那么康有为去等待召见的时候呢 似乎也没有资面谈乌冬河 没有资面谈乌冬河 但是呢也其实 是遇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荣路在的时候就问 乌冬河 问问了康有为 就是你对改革有什么样的这个思考 怎么才能够把这个改革推动 康有为讲 仅仅免掉一两个高官是不行的 那么像这些高官不仅免之 而且应该杀脱 那么后来荣路就觉得这个就是太残忍了 就觉得康有为很残忍 但是我不是在分析康有为 这样去分析康有为的这个价值观和他的这个思路 但是他这里面就有什么呢 就康有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实际上是知道 他知道这个乌冬河昨天开缺 那么今天他是皇上接见 这样就是在隐隐的感觉当中 感觉当中的康有为的期待 对未来职务的安排期待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么这个非常高的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是有道理的 没有这边谈吴冬河 但是呢也其实遇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荣路在的时候就问了吴冬河 问了康有为 就是你对改革有什么样的这个思考 怎么才能够把这个改革推动 康有为讲 仅仅免掉一两个高官是不行的 那么像这些高官不仅免之 而且应该杀脱 那么后来荣路就觉得这个就是太残忍了 就觉得康有为很残忍 但是我不是在分析康有为 这样去分析康有为的这个价值观和他的这个思路 但是他这里面就有什么呢 就康有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实际上是知道 他知道这个冬河昨天开缺 那么今天他是皇上接见 这样就是在隐隐的感觉当中 感觉当中的康有为的期待 对未来之后的安排期待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么这个非常高的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是有道理的 他的道理在哪呢 就是我们今天去看很多现在这些年来的研究 认为康有为夸大了 他在1895年的这么一个活动和影响力 但是我们这个说法当然是有他的道理 但是也不季然 就不季然就是我们今天排出这种因素之后 我们回头去看 康有为在1898年的时候 他确确实实是牵动了各个方方面面的这种力量 一个影响力最大的人 就在官场里面的这种左中右上下 他的影响力非常大 你看大年初三清帝国刚上班 那么就安排总理衙门和他谈话 那么总理衙门的大成和他集体谈话 这个就征求他的意见 那么这件事情当时是还是相当震撼的 之后呢 翁东和伊尔在在而上的向光绩皇帝推荐 也这个就是在夸康有为的这种学师和才干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就是康有为是 真的是被认为是对中西学术都是很痛的人 当然后来可能像张志东呢很很不一为然 和其他那些老学者很不一软 但是我们看了1898年的春天 大家对康有为的这个知识结构 对中学和西学的这种认知 还是相当的认同 因此这样的话他就导致一个问题 导致一个就是康有为本身的期待是相当的高 特别再加上翁东和这个被开局 那么在这种被下他认为这次召见之后 可能会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 那么不是在总理衙门这种行走 不是去什么有这个机会去 去给皇帝直接上书 就之前给他这种特许 那实际上他就说他感觉当中 应该是在阶梯弄合了 说这样我们去看了可能在可以看到 就形成一个这种心理期待和实际结果的落差 但是我想回到刚才我讨论的这几个人物 类似的几个这种新人物的这种招见上面来看 但是我想强调了什么呢 康有清帝国这时候在荣的人上 是荣的割荣其才 在职务的安排上有点很恰当的 那那严妇你不能讲严妇的学问不好啊 也不能讲严妇的办事能力不好啊 但是严妇也没有在这之后呢 清帝国给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提拔 一个一个这种直接提上来 那么这你可以看到就是 康有为在这一点呢 我们放开一个历史的大事业 就一百多年之后再去看的话 可能他的职务没有随着光细皇帝的接见而挑的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人事安排 我觉得从这里面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解读了 我就先讲这些 谢谢 谢谢宏伟 这个光细皇帝召见康有为这个记录 其实清宫方面的记录是没有找到的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环节呢 基本上都来自于康有为本身的那个记录 这个记录 也不是他当时记下来的 而是后来一个追忆的就是 就是我使 就是他的自编脸谱里面这本书 那么当然这个一个小时呢 也是我们后来这种推算出来 就是大概它是一个小时 梁启超大概可能是十五分钟的样子 就是 这严妇大概也差不多一个小时 就是他们有些事情谈 那大概可能就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就是 但是 这是他在谈到的 谈到这个财政的改革 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 这都不是康有为的强项 就是从光细皇帝的这种关切来讲 当然包括就是经济的发展 因为我们知道在1895年之后 其实中国面对 就是马冠调之后 中国面对的就是一个大发展 大这个 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经济建设时期 就是这个外国资本 可以自由进入中国了 就是中国的本身的一系列这种项目 特别像铁路矿产之间的开采 都在这个时候起来了 那么究竟怎么去做 当时中国从一个农业文明往工业转型 那中国当然就没有经验了 所以我们看到 年初的就是 正月初三 这个康有为和这个总理衙门 打成了这个对谈 和这个六月份的和这个就是 杨利略和这个就是 和这个光线皇帝的对谈 就是清政府方面 光线皇帝和总理衙门 确实都讨论了这个问题 讨论就是他们都都向康有为咨询过 就是这个 我们究竟怎么经济 应该怎么发展 这个货币政策如何调整 嗯 康有为呢 康有为近自己所知道的 也讲了很多 讲了很多 这个建议 什么发这个 发这个股票了 这些东西的 大概他当时都会有这种 货币的这种 包括印花税了 这些东西 康有为都有讨论 就当时他的知识结构当中 能够知道清添点水的 知道一些这种经济 但是我想讲 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康有为可能在这两次 重要的谈话当中 财政经济都是他的弱性 嗯 我过去我在研究室 我就 好像我也写到我的 这个书里边 我讲 这他的弱性 反而暴露了什么 暴露他这个就是 一个 并不怎么 并不怎么 我看一个课 光绪皇帝 是这样子 因为光绪皇帝呢 应该说他作为一个 一个这种 当时在 这个很年轻的一个 就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 一个这种 有报复的一个君主 那么他的知识结构 应该说是很不错的 光绪皇帝 那么大臣们呢 像李鸿章啦 荣禄啦 翁通河啦 参加总理安门谈话的 几个大臣呢 那么对当时的这种 经济发展的政策 经济类的政策呢 应该说 都比康有为知道的 要细致 要多得多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实际上 就从康有为的这个 经历当中来讲 这两次谈话 都不是在给他加分 而是实际上是在给他减分 也就是在这个谈之前 两次谈话之前 康有为的名气非常大 但是谈了之后呢 觉得也不顾而耳 在这里面呢 他就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问题的 就是 就是知识人 在什么样的状态下 去谈什么东西 那么这康有为在这一点 就是 当然我们今天 能够谈论这个话语呢 依据都是来自于他的史料 都是来自于他的史料 但是 他自己可能在他 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 他看来不会意识到 经济财政是他的端本 他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从一个 后来的研究者来看的话 那这就是他的端本 就是他不是在他最擅长的这个 这个领域当中去做 而是 大量的时间都谈到自己 不熟悉的内容上 说这个可能是后来我们去看那个 看那个 看那个翁通河的日记 看其他相关的这些讨论当中呢 就会发现 可能康有为的这个就是 两次谈话当中的 谈的这个 经济类的 并不成功 但我想这么来理解吧 现在通常都是在讲 1898年 勿须违心运动 100天 那100天失败了 嗯 这个100天呢 主要是从 6月11号 这个就是光续皇帝发布 明顶国是朝 开始来算起 一直到9月21号 那么这个失败的原因呢 其实 呃 这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过去都是在讲的 就是 传统的时候叫做 慈离太后发动了一场政变 就是把光续皇帝的权力剥夺了 那么这个故事呢 后来一直到现在 估计我们可能 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还是 就是 默认这个 就是 银台 把光续皇帝给囚禁了银台 银台弃血 当年就是好像是在 慈禧太后身边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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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族 贵族这个小姐 就是女官了 她写的这个 也是讲这个意思 就是 其实这个故事 并不很真实 就并不很真实 就是 就是 现在这些年的研究 已经看得很明白 就是 在1898年的9月21号是有一场政变 但这场政变呢 实际上就是说 等于在挫败了一个 其实也挫败了一个 未遂的 根本就没发动的政变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说 在改革进行到 差不多就是1898年的 8月底 9月初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这个 是并不能够完全成立的 也不是完全成立的 也不是完全成立的 就在这100天当中 我们的《光级黄金石》 发布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命令 那么过去的研究也做了很多详细的统计 但是这些 这些命令 并没有说 真的有某种东西 社会 绝对不得受 引起了这种社会动荡 社会恐慌的 也不是这样 大概就是说 如果引起社会有点 官场有点这种紧张的 就不过就是 就是清帝国的高层的行政改革 就有些 有些部门给拆车了 给合并了 准备设一些新的 大概有这些可能会引起 高层的官僚阶级有点调整 整个社会层面呢 其实当时给出来的就是 法律的改革 制度的改革 社会政策的改革 经济的改革 其实都是在延续的 1895年 马关条约之后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就中国在1895年 马关条约之后 就中国的资本主义 就在那儿 油然而起 就是中国的工业化 在那儿都在外国资本 完全放开的时候 就有 急效的就 就突然发展起来了 那么这些呢 都没有什么问题 他的问题又在哪儿呢 就在 这就是说 我们讲的康有为了 我对康有为呢 那我倒是一直 我就觉得 抱着同情 敬意 但是我仍然觉得 康有为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超级的想象力 那么这可能是导致 一百天变法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康有为呢 当然康有为的这个想象力呢 也来源也有他的这种材料依据 那么这里边的材料依据就是说 可能也有 大家可能是很早就相信 在清帝国的内部 在政治高层 有这个 有截然不同的两个 两个这个势力 两个阵营 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讨论 这个1898年 戊戌年间 一直到最后清帝国结束时候的 这个政治格局 因为和我们后来的阶级斗争的这个观点呢 又很一致 好像清帝国内部有两个司令部 像我们看毛泽东和刘少奇一样的 看毛泽东和林彪一样的 那就光绪皇帝和慈禹太后 应该是不一致的 那么特别是他们又不是亲生的 光绪皇帝不是亲生的这个 这个儿子 那么这个呢 其实都是不对的 这个讨论 我这些年来 我觉得这个讨论可能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不对呢 我们不说的就要到这个历史本身去了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 康有为在当时是非常信这个的 就他相信 慈禹太后的看法 是保守的 是落后的 是不愿意中国改革和进步的 光绪皇帝代表了中国的进步力量 要推动中国的改革 这是康有为的这个看法 那么这个看法呢 在1898年的 Biofer 那么就因为这个礼部的事情 发生了就是光绪皇帝命令 拆 把礼部的六个大臣 一下子给免治 那么 一系列的事情 后来又发生这个办那个 要做这个什么 一个一个就是 康有为 觉得应该是一个专门的意识机构 其实后来光绪皇帝也同意就设一个就是在冒秦殿 就在宫里面设一个就专门一个讨论 一个物须的一个 一个物须的一个机构 咱们谈谈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光绪 这个刺一太后 这个康有为呢 就把光绪皇帝和刺一太后看作是一个对立的两极 那么这种对立的两极呢 就导致了后来这种 在一系列的这种 这种那个冲突和错觉 那么在这种冲突和错觉 到了到了就是 这个9月份的时候 到了 谭志通他们到北京来了以后 在接手之后呢 谭志通 一开始不相信康有为这种事 不相信清宫里边 光绪皇帝和刺一太后出的对立的状态 他不相信 但是后来一个事实 有一个小例子 就是觉得是他相信的 就是光绪皇帝让他去 设立一个新机构的时候 让他去找一条 立朝的这个就是 前面几朝的这个就是 一个历史性的依据 就怎么来设立一个新机构 这个时候谭志通就给康有为讲 可能皇上真的没有权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谭志通的这个提示呢 又激活了康有为 康有为的这个时候 他们再去商量呢 就要去找袁世凯 要动用军队 去来保卫光绪皇帝 来要去逼着 就包围 光这个刺一太后 住的这个议和园 之后呢 逼着刺一太后 要这个退出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呢 本来是停留在一个 一个议论的环节 就并没有转化为一个实际的运动 但是这件事情呢 后来就是 就是这种 通过各种 通过实际就是一个渠道 后来就是 他的弟弟康晚仁 这个被被被被抓 那么抓到康晚仁的原因呢 就因为康有为 一发慌 康有为走掉了 所以这个呢 可能是这个事情 暴露了 暴露之后 那就是 就引起了一个大的政治力 我们今天去讨论1898年的这个 户序的政变 和辩证 觉得一开始是一个变革 一个变动 改变政治的一个辩证运动 一个变革运动 但后来成为一个政变 那么这个政变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呢 我们一开始过去都相信 就是相信康有为改良 伪新派的一波说话 就是指责是 此一代后 发动了政变 囚禁了光绣皇帝 镇压了六君子 这个康良流亡海外 过去我们都相信这个 那么后来大概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在日本外务省呢 就发现了毕永年的日记 毕永年当时是 是这个在康有为的跟班了 在这给康有为来往很多 那么 毕永年的日记呢 就把这些东西就记得非常详细 八十年代根据毕永年的日记呢 几个老先生 现在都在了 几个都建在了 像上海的唐志军先生 我们这边的就是杨天使先生 他们根据这个日记呢 就慢慢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弄清楚了 也就是1898年有一个政变 但这个政变不是 慈离太后去先动所干掉了伪行派 而是这几个人呢 在策动了一个 一个就是要颠覆慈离太后的一个政变 那么这就引起了一个大的逆转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上讲 就是为什么这次一百天的变革失败 那么就因为是这个原因 就因为康有为这个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呢 当然现在呢也成为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就这个事情就怎么来解释 也是现在这些讨论 但在学术圈呢 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大概没有什么样的这种意义 但在我们一般的历史教育当中 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我们一般的教材当中 还维持着原来的这么一个 一个讨论 就是好像还是对六君子的镇压 因为六君子是一个很正面的 对康良的这个一个 特别对康有为的这么一个不尊重 那么对光继皇帝一个这种囚禁 但是其实这种都是假故事 囚禁光继皇帝都是假故事 都不是真实的 那么这些问题都放在当时的 前前后后的这个大历史当中去观察呢 可能才能慢慢体会到 康有为可能当时基于自己的地位 和自己阅读的局限性 可能他提供的这个认知 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而是一个非常片面的一个看法 但我想呢 可能这个问题就这么大概说一说吧 谢谢 历史呢就是已经走过了 确实就不好去假设 但是我们去复盘的话 也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在1898年的秋天 不发生这么一场误会 按照当时甲午之后的这样一种 国内的这么一种情绪 违心运动的开展 是从1895年开始就逐步在推广 地方的自治运动 湖南 直立 这几个地区的这样一种推动 像江浙 上海 都进行的非常顺畅 非常好 那么在这么一个可能中国呢 可能会慢慢的走向就是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一个政治架构 就我们看到就是近代中国的大变局 它所谓大变局其实就是一个工业化进程 那么工业化进程它不是一个创办几个工厂就解决了问题 而是在工厂创办了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形成以后 它会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形成之后 它会和所有的资本家阶级一样 它一定会有个大限量运动 有个权力所求运动 那么这一点我们看到中国的资本家 其实和西方的资本家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时候财产的私有 是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 一个动力 那么财产的私有之后 它一定会追求对私有财产的这种保护 那么政治上的变革 政治上的这种分权 对皇权的制衡 大概我们看西方史 看资本主义发展史 可以看得很明白 那么在这一点呢 就是 康尔维的时代呢 就在1898年这个时代呢 确实清帝国的意识 当然达不到这么一个境界了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1898年的 六七八这几个月的争论 观察和直接各种的争论当中都有 就政治上的声音 当年的这个争论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都很相似的 就是清帝国的政治架构毕竟它也是一个什么打天下做天下 它是这个八旗 是这个 呃 那就是极大王爷 铁帽的王爷 他们这种 用身家性命打下来的江山 因此在这个改革的时候 它确实有一个底线问题 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论是 就是刺一太后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就是 这个什么 公亲王 呃 还是清帝国的其他的这种 这个重要的人物 在对改革改到什么时候 他们是有一个底线的 就刺一太后当时 给那个光绪皇帝 就讲过 就是说 什么东西能改 什么东西不能改 能改的地方你放 放手的去做 不能改的地方就不能改 那么 公亲王呢 也给刺一太后和光绪皇帝有过交代 在1895年 这个五月底去世的时候 去世前 他有个交代 就是对广东 那个取人 那指的就是康有为了 就公亲王 就是 就是 康有为的一些建议 可能是 要很谨慎的去对待 特别是 当时就讲的就是这种 军机处的改革 那军机处的改革 就是 实际上就是 康有为 所以很早就是有这种 预论上的这种 也不仅是康有为一个了 其实好多的这个就是那个 敏感的都看到了 就我们看到这种议会 对议会的这种呼唤 就中国人应该对 有点议会意识 应该有专门的议论机构 那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 其实中国的知识人 就有讨论 这样王涛 郑观印 包括这个什么 那个就是 郭松涛 他们观察了西方之后 对中国未来 工业和政治架构 他们就有讨论 那么这个 但是呢 但是我们看到 清帝国的最高领导人 就是说 这一点他们是看不明白的 就是因为是利益攸关嘛 那么利益攸关 看到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是一个凌驾于国家和王朝之上的一个利益集团 他看的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所以他就是 当时在那个第八九八年的改革发生之后 他就有一个说法就是 保中国而不保大清 那就和我们今天讲的 党和国家 党和国家 它究竟是一体 还是这种利益的对立 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 一百二十年之后我们再去看的话 保中国也就保了大清 但是是如果清帝国在主动的去释放这个政治改革 清帝国在满洲人的主导下 如果完成了这种政治转型 完成了改革 那么清帝国强盛了发展了 那么满洲的统治的合法性就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呢他当时的疑惑就在什么 疑惑就在一个对立上 就是保中国就是不保大清 那么这在1895年之后 这个随着就是新媒体的发声 就是这个南方的十五报 北方的国文报 全国的报纸 发生那个知识界的声音 不同声音都多了 但是当时人们就没去想到就是 清帝国的合法性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你整个国家的进步吗 整个国家的进步 满洲人统治的合法性就会 就会继续存在 那么不进步 那你打天下你合法性也不存在 但是他在这上面都是一个很大的困惑了 所以这里面就是当时他没有辩清出这个问题 康尔维那在这方面呢就是应该说是那个推 对当时的政治改革的这种推动互换 还是做了很大的这种这种 这种那个议论的工作 就是在新知识这一块的话 他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1895到1898年 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知识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他的言论是不认同的 比如我们讲一个最极端的 那后来和他冲突很厉害的就是张文太炎 张文太炎大概在1897年的时候 就戊戌之前一年 张文太炎就认为康尔维的很多说法是不对的 那么当时他就给他老师 他给他老师写信 我想批判那个康尔维 那他老师就讲这个时候不要去批判他 因为不管怎么讲 康尔维是在希望中国改革 希望清帝国进步的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在改革派内部造成这种内讧 所以这样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到知识界 对这个中国的发展 其实是有很清醒的观察 但是政治家特别是这个身在其中的政治家 要让他能够理清楚这个打天下和做天下的关系 能够理清楚传统国家和现代转型到一个现代国家 这种权力架构 那可能还是很难的 这可能就对什么 对这个清帝国的这种当时的领导者 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 至少此一代后 在这个时候还是没有这么一个清醒 当然过了几年之后 差不多十年后吧 那他认识到了 但在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能够意识到 这么一个统治的合法性究竟来自于哪儿 这么一点吧 那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这样讨论一点看法吧 谢谢 在科举制度的体制下 中国的读书人其实只有一条路 嗯就是只有和体制合作 嗯就是他和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 就我们在后科举时代 我们才会有了不同的职业 就是特别有一些这种非常专门化的这个职业 就是可以不问政治去钻研自己的东西 像我们当年我们都说像 当时表达像成年运那样的 就是可以对任何这种政治生活都不管了 但是科举制度下大概中国的读书人 从科举制度形成之后只有这么一条路 就是在体制内的这种这种升天 那么这个呢其实在过去没有什么有这个纠结的问题 问题的原因在什么呢 就在中国文化的类型上实际上是一直是一个精英文化 就最近两百年中国的问题那么多 就包括最近的几十年我们的问题那么多 都因为中国原来是一个精英架构的一个文化形态 就是我们去看古典中国的这种光这个文言文 那就不是一般的劳动者所能够识别所能够掌握的 因为那个文言文那是什么 它是完全是一个是和这种日常中语毫无关联的 就我们看孔子一来他这种大白话说话 司马迁一种大白话说话 但是写出来就是文言 而且更多的是根本不认识 你看我们去看不论是说文解字还是康熙字典 那都是那都是非常让人头疼的 和我们今天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可能常用字就一千五百个字就可以 可以现在就可以至少微信可以用了 阅读都没问题了 人民日报也看得懂了 但是在传统的体制下那就不行 因此在传统体制下中国的时代夫阶层通过科举考试 它实际上是在那样一个农业为名架构下 它是使这个社会得到一个调整 也就是我过去我在研究中国传统中国的架构的时候 我想那在农业文明状态应该说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安排 就是一部分人呢是通过这种几代人的奋斗 那么获得科举的这么一个公民 之后呢充实到统治队伍当中去 之后再过得复不过三代 武士而斩 之后呢这个社会的阶级不断的在 都在那种状态康有为和所有的科举体制下要去奋斗的人 大概都只有这一条路 不是要把自己什么卖给帝王 而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那这就像洪秀全这样的例子 像李自成这种例子 那都是非常极端的 这不是说每一个人想革命就能革命的 那一个是那是外部环境的逼迫 一个外部环境逼迫到到了那个份上 另外就是它确实 就过去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讲 确实就是人民没办法再能够活下去 就是它不能再造就统治下去 人民也不可能接受它的继续统治 那就我们看李自成那就这样子 李自成就是这个时候 连草根都没得吃的时候吃黄土 那这人民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那就只有反了一条路嘛 我们看从陈生活广义的到李自成到洪秀全 就那一条路 但是你可以看到到了近代州到洪秀全之后 有意识要做洪秀全的有没有呢 也有 也有就是像孙中山那就像发誓他说要做洪秀全嘛 那这个是确实在传统社会当中个别人也有 但是整体上来讲讲那个读书人可能 他内心深处可能还不是这样 要在体制内呢去做一个做一个这个往上攀升 之后呢 之后呢去能够用自己的这种力量嘛 就是修妻治平嘛 就中国的士大夫接生都是孔子讲的 修身妻家治国平天下 慢慢的从个人向外扩展 说这个时候应该看到一个很实实在在的 那如果等能够到了一个可以治国平天下的时候呢 那么他也会施展起来自己的这个这个本事 所以大概我想可能这样去看康尔维的改革思路 改革思路呢可能改制思路可能和这个传统士大夫的这个东西更强烈一点 嗯就是从他内心的深处是这个东西 是传统士大夫的这种情怀 嗯特别是对后来对光绪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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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同和想法和他的这种都应该是有这个传统士大夫的情怀 但是康尔维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说过去我们讲的可能是研究的讲的也是 你说套话也好他的事实也好他实际上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近代中国面对西方 特别是95年马关跳约之后中国新阶级的发生之后的一种代表了一个进步的趋势 就中国的资本主义中国的工业化在1895年之中迅速成长之后 其实对政治的这样一种权力的诉求可能这是康尔维是代表了这么一个趋势 就把之前的之前知识人不太明晰的一些道理康尔维就讲得更明晰 之前的就作为一般性的呼吁而不能转化为政治事件的 那么康尔维在1895年之后到1898年在这几年当中 应该说他们整个这种发展和时代的这种街拍呢比较吻合 说就他既是有传统时代夫的情怀又不是和传统时代夫的那一套东西呢完全一样 说这我可以我们觉得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康尔维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康尔维对这样一种情怀他没办法走向一个造反者的 也就是他对西方的不认同的是到底他都不能认同他的 他不可能认同他就他总觉得他是一个在体制内的一个这种改良主义者 所以不是通过暴力不是通过武力 而是通过改良主义者 当然康尔维本身是要通过暴力来做事情的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现在讲到这点吧 谢谢各位 这个其实都是政治学去讨论那些理论问题 那我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想从这里里面去看中国近代历史的这种转折嘛 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在这种持后性和这种耽搁 它的持后性就是什么 我这一讲可能往前过去好像在其他地方可能讲过一个类似的意思 就是近代中国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 它就是一个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走 就是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导致的结局导致的结果 就是工业革命释放了巨大的产能 对世界市场的仍然一种一种期待一种占有 那么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 就像今天中美贸易一样的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放开市场和世界处在一个同步状态下 那在传统的中国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是 你当然认为这是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不管你工业革命不工业革命 就显龙皇帝当年讲的就是说 你那些东西我都不需要的 我大中华帝国我都有 那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傲慢 这是对一种工业革命的这种无知了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嘛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转型就在七点上 如果转型我们讲从明清之际的这个西方因素开始 影响开始说起 到了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发生之后 直接影响中国可以看到 那么中国就耽搁了 如果宽松的讲 就耽搁了差不多200年的时间 两三百年的时间 甚至还可以再说多一点 就是当大航海发生 我们开始进海 就是我们开始从那个一个海洋国家往后退 我们看正和的时候我们是海洋国家嘛 从海洋国家往后退 从传统的中国的这种中藩殖民主义 往后退 我们的书国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中国的书国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解体了离开了 那么这些呢应该看到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纸货 他的纸货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纸货就是说 没有能够和世界处在一个同步状态 没有同步共振 就18世纪的中国 我们讲18世纪的中国最富裕 但这个富裕呢 对中国来讲是实在在的征服 真金白银 但是这个富裕导致了一个傲慢 他的傲慢就是对工业革命 没有一个真正的理解 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这个傲慢呢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在18世纪到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 我们可以看到整整耽搁了100年的时间 到了1860年中国开始觉得 我们可能不是这么回事 应该去向西方学习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前面耽搁了100年 耽搁了100年之后我们看到 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 就走了一条 一条这种弯道超车的捷径 就189 1860年代中国走向工业化的时候 我们去看的话 当时是不是中国的知识人都不知道 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协调的呢 也不是啊 我们在王涛当年对日本的考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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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薛福成对西方的看法 这个这个这个 郭松涛对西方的看法 他其实都是对已经很明白的看到 就是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的 但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国走向一个中体系统 走向一个畸形的发展 这发展 这发展那个就是这个什么 西方的尖船利炮 后来就工业化 而不去调整社会制度 甚至不去调整中国的教育架构 一个新社会要发生了 结果中国的教育还是科举 那我们今天研究科举的人都觉得 好像科举和这个新的工业化 没有没有关联一样的 这个我认为是不对的 就科举它是一个选官制度 可以继续保留 但是中国在1860年开始走向工业化的时候 就应该发生新教育 但是我们新教育到什么 到1898年的 戊虚伟新的时候 明顶国是朝才开始发展这个新教育 那这就耽搁了多少 耽搁了 这就差不多150年以上 那么这样呢 它使中国社会的这种后来的问题就很大 那就很大了 那么当然这里边刚才还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么就是在这种状态上 中国要走的路径 究竟是一种威权主义的路径呢 还是要走一种分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呢 大概这个东西要回到中国历史事实上来讲 要是回到中国历史事实上来讲的话 这里边也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这个可以讨论的空间 我就一直在读这些史料 我觉得中国到目前为止 到今天为止 从1860年1840年 就是在外部地上的这种冲击下 到了1860年的变革 到1895年之后的变革 一直到我们今天 中国就一直没有得到一次真正的国家再造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近铃看日本 日本在1868年的民主违星之后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再造过程 而且它的国家再造的过程 和中国走的路径还不一样 它的路径说 它是把君主的权力加大 形成一个威权的这个君主架构 和中国走的是把君主的权力没有建立起来 那么地方的权力呢 也没有相应的也没有得到调整 就整个国家实际上就是 还处在原来的这样一种架构下 包括我们的这种 形成制度地方的改造 国内市场的统一化 我们如实的讲究 过去的几百年 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调整 就究竟国内的统一市场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办法 是一个怎么来做 那从晚清的历经制度 关卡制度 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收费制度 你可以看到就是 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这种一个国家再造 那么这里边的问题呢 当然说究竟怎么来看 可能各有各的这种讨论 但是要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讲的话呢 可能政治学会得出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是从一个历史事实的角度来讲 可能近代中国的转型 还不是一个理念性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 事实特别是这个问题里边讲的 就是这个一步三回头 挫折连连 每到了关键时期 就挫折连连 但是这些呢 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 每一次挫折 每一次回头都有具体的原因 就它的具体原因都可以得到解释 都能够给它提供一个解释的空间 但是这可能就是什么 就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 面对一个先发的工业化后发国家的 像中国这么一个老大帝国 可能第一步走的不对了 不踏实 没有这种 一步一个脚印走 可能一步紊乱了 步步紊乱 就是一直没有调整 就是说我们当兵的都知道 当兵的就是说你那个步子 你如果就在这个军队的 在这个队列当中行走的时候 你如果踏不准点的话 那就不协调嘛 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点踏上去 那么我看了中国就主要是没有踏上这个 我后天参加一个会 我就准备讲 我就准备讲三个人物 一个就是风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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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的乌托邦思想 可能是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就它不存在一个包和匾的问题 不存在一个这种 一个政治上的问题 就是一个 就为什么 就中国古典当然是有的 我们看到这个 无国家 无政府 这种 这种 一种状态是有的 是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到了 到了近代 在这一百年的时间 我们其实还在一个乌托邦的状态下 一个存在 我们现在在追求的也是一种 理想主义的同 这怎么来解读这个问题呢 我个人觉得 我还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讲 我还是喜欢从那个大历史来看 就是中国从一个农业文明 向工业文明走的时候 我们对工业化是一个困惑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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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秀全 康有为 一直到毛泽东 其实不知道 工业化不是一个工厂问题 工业化它是改变了什么 它是改变中国人 原来传统的血缘关系 地缘关系所导致的 人轮架构 社会组织方式 政府组织方式 社会的运作 形态 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改变 那么这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但是呢 由于这些 在代表这个时代思想的思想家呢 没有能够提出这么一个跟随工业化之后的一个政治变革的变动 所以他们就期待的是一种理想主的东西 那么这理想东西 我们这一代人实实在在是经历过 我们经历过 我经历过 我经历过人民公社 我也经历过这种大锅饭 真正的大锅饭 就是食堂制 那么在食堂里面吃的时候 就是吃了吃了就把一拨人给饿死了 那就是 就是这个实实在在的经历过 那回到康尔维的这个问题上 康尔维的大通书 其实是他的一个经典名著了 那这也是这本书呢 也是他赢得了好多这种 这种那个崇拜者的一个 一部重要作品 嗯 你去读梁启超的《清学概论》 那么梁启超在这里面就讲的非常神秘的 就这本书写完之后 康先生是轻易不识人的 那之后讲的那就是好 我藏着名衫 穿着来世的一种感觉呢 所以这个算是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对康尔维来说 当然这里面有康尔维一个天才的猜测 这本书我在读书时期 读书的时候 我就读过 那么有一些有一些篇章 我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 他讲的无政府 他讲的这个 这个没有 就是未来的世界就不应该有政府 另外他讲的没有家庭 那么这都是近代中国很多人的这种困惑 那没有家庭怎么办呢 而且他这里面对这种 中国人人种的改造的构想 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将来这种家庭结构的构想 家庭不存在了 家庭不存在了 人们的这种传承怎么办 翻演怎么办 那么他这里面的想法比我们的人民公社还要厉害 生下了孩子 那就交给社会去抚养 当然就成为社会的财富了 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康尔维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东西 究竟什么原因 究竟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 让康尔维在这个时候能够建构一个这种大同的理想世界呢 我想可能从两个角度去讲 一个就是中国本身的这种思想传统 我想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就是 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的一个 一个这种萌芽形态和渊源流长的一个思想的这种传承 另外的这个大同呢也和什么 也和孔子儒家的一个一个充高理想有关 就没看孔子儒家 包括一直到河尔维之后的河尔维在讲呢 那就是人类最终的一种状态 可能就是康尔维讲的 也是马克思讲的 也是人们所期待的一种未来的大同世界 那么这种大同世界是什么呢 这种大同世界当然不是一个不能发生在就是社会经济不充分的状态 不充分的状态肯定不行的 就包括我们现在看整个逆全球化 反全球化的这个出现包括在北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反全球化 逆全球化之前的北欧 那就是康尔维这一波人的期待 所谓大同世界就达到这种状态吗 那这种状态是什么 就是这种状态也是马克思讲的嘛 就是社会财富的充分的发达 就人们的奋斗不在为了财富而奋斗 那康尔维在里边在大同世界上讲 人们更多的就是去从事艺术的创造 从事艺术的享受文化的生产 那就说嘛 因为社会物质方面的需求呢 已经能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满足 所以这个呢可能看到就从这来看的话 就是这种大同思想 乌托邦思想可能它都有这种关联性吧 这个呢去年是去年是这个1917年 帝子复辟就是张勋普一这个复辟100周年 1917年复辟100周年 我有一篇长文章 我大概有三万字四万字的一篇长文章 专门讨论这件事情 那也已经发表了 好像龚浩尔也转发了这一篇 其实新海后你看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 三年之后的时间 从1914年开始 就是短短三年 1914、1915开始 就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 差不多都由于说这种改变 那么这种改变其实呢是回到哪呢 是回到了一个之前十几年中国人的一个探索 我们去注意到如果我们看中国的这个宪政改革的历史 我们去注意到 在1898年之前 中国是基本上还是不愿意改的 就如果如果龚新王继续活着 可能1898年的这场政治变革可能也不一定发生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外部因素的冲击 就是外部因素冲击就包括1897年的焦州湾事件 这时候这个龚新王也把它摆平了 并没有从这个焦州湾事件导致一个政治变革 特别像这样一种政治变革 所以我过去我在讨论我讲可能像龚新王和李鸿章的这种配合 就是一种威权主义的架构 就他们会按照一个一个节奏去怎么来去做 因此这个时候就没有一个政治变革的问题 但是后来这个1898年就变起来了 变起来之后我们就知道天之后就结束了 那么1899年就出现一个这个政治的逆转 就是我看1899年就开始这个民族主义在各地的 特别在山东华北一带就开始崛起 那么到了1900年就是发生大规模的这么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台湾运动 就是义和团时间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给中国惹了巨大的麻烦 因为这次排外使中国的形象非常糟糕 我们看中国的形象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中国形象达到了高点 就是西方人的仰摄中国达到高点 就孟德斯就之前吧 达到高点 但是之后呢开始跌落 就是开始一路下滑滑下来 就中国从一个文明的一个区域 就中国从18世纪开始呢就从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区域变成一个就是一个不文明的区域 就国际形象到了1900年大概达到了地点 那么1900年这件事情给中国的震撼就非常大了 那么也包括列强在中国的投资 在中国的这么一个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状态可以发生了嘛 那在中国的投资如果这种排外主义肯定是个大问题 所以我们看新主条约对中国的约束 对中国的这样一种一种这个期待 都希望中国有一个政治上的这样一种变革 要和世界一致而不要再给世界这种格格不入 所以看1900年和之后的这种中国的发展 大概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察点 那么在这个基本观察点当中呢 就政治架构如何改 我们可以看到从1901年开始新主条约签订嘛 签订之后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方向就很明白了 就是要政治上大概可能要走向一个一个这种新政和宪政的架构 那么在1901年到1905年 这就是一个就是还没有像一个完全的宪政上走 那么后来在这中间发生了这个就是日俄战争 发生了这一系列的变化之后呢 到了1905年吴大成去出洋考察宪政 得出的结果就举国一致认同 就中国应该走向一个宪政的架构 那么这个宪政的架构呢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不是人民宪政 而是一个君主立宪 所以君主立宪我想讲的就是 君主立宪从1901年这个新主条约开始 一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其实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普遍性的共识 君主立宪这个共识呢 应该说反对的可能支持革命党 当然我们知道革命党大概在 在这个武昌起义之前 革命党其实是相当少的了 是在中国人口的这个比例当中 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就并不代表这个当时中国的这种主流 当然这里面就在1901年的这个武昌起义 一直到中华民国在北京成立 就这么一个短短的几个月当中 就中国的政治发生了一个大的逆转 那么这里面很复杂就是清帝国的退出 满洲贵族的这种立场革命党的这么一个立场 列强从一开始宣布中立 不介入南北纷争 到后来列强不耐烦 这一系列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 特别是满洲贵族的这个 如何在未来的架构当中 怎么这君主立宪架构当中怎么处理他们 就最近他们的合法性 在未来的君主宪政这个架构当中怎么来安置它 我们可以看到在清帝退位之前 是找不到出路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恰恰又在这个过程当中 南方的势力和革命党 恰恰这个时候又诱导了一个什么 又到了清帝就是这个王师 那么清王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一个很没有一个力量的一个王师了 我们当然现在大家都很佩服就是龙玉太后 当年李彦宏讲的是女中谣说 当然我们经验去如实的去看 龙玉太后呢 确实是在这个大智慧上 还是藏了那么一点点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龙玉太后当然退出让清帝退位 这个让新的共和架构成立 就他在这个退位招里边讲得很明白 人民既然要求共和了那就共和吧 其实这里边潜藏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究竟能不能够坚持君主立宪的原则 其实当时最重要的因素 在皇室在满洲贵族 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就说 我讲一个因素就是什么 就南方的力量对满洲皇帝有一个很好的安排 因为很好的安排就是每年给四万两供养费 那么这样的一下子把皇室呢 和满洲贵族出在一个比较立场 利益不一致的状态 那么这种利益不一致呢 皇室接受了这么一个妥协 皇帝退位 新体制成立 那么满洲贵族这时候就没有办法 但是满洲贵族就到了民国时期 也仍然是不了了之了 最后当然他们是成立了一个什么 宗社党 那么这些呢 我是在讲 新韩和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想强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中国走向 从君主立宪架构走向共和 非常非常的偶然 不是历史的必然 不是当时的必然 就走出地质和走进共和 是偶然造成的 那么这种偶然造成的话 他就和什么 和多年来的中国人的这么一个诉求 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1915年 圆日开要复辟 要重回地质的时候 那不论是美国的古德诺的看法 还是日本又和长雄的看法 就整个国际知识界 国际政界 基本上说句实在的 拿出这种很强力的反对力量 基本上不存在 我们当然今天讲说 就是圆日开的这种百分之百的同意 这个是假的 是做了工作 但是应该承认 在当时那样的状态上 相当多的人认为 还是应该走向一个 一个重回一个就是 一个君主立宪的架构 就是共和几年证明 共和是个失败的 那就应该重回一个立宪的架构 当然呢 我们看到这个君主立宪 圆日开搞的君主立宪呢 这个也是 83天皇帝梦 就给那个惊醒了 就是结果也是很快失败 但是你看 圆日开失败的是1916年的 6月份失败的 那么到了一年之后的 1917年的7月1号 康尔维参与的 这个 清帝国 恢复皇位 但是时间更短 这是一天的时间 其实我们去研究的话 大概只有一天的时间 我就当时看到 大概只有一天时间 就是溥仪的复辟 因为一天之后 就发现 清宗师也就发现了问题 像那个什么摄政王 就是溥仪的爹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基本上他们就退出了 就是后来就是张勋 这种仅仅是在勉强的支撑 但是后来 当然也都没有动用武力了 没有动用武力 就是当然在国际干预下 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张勋和康尔维在推动的这么一个 帝制 那么我想讲的问题就是说 回到刚才讲的前面解释的问题 就是在哪呢 就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当中 什么样的架构跟合乎中国的这种转型呢 大概可能从当时的立场看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君主立宪的架构 实际上就是一个威权体制的架构 转型的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这种威权架构 可能很难驾驭到这么一个 特别像中国这样一个 一个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国家 大概这可能去理解 从袁世凯到张勋 康尔维 去理解他们的这个 内在的这种追求 所以我想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能放到一个私人的利益上去讲 你不能讲 袁世凯就像走家电压 那袁世凯走家电压 康尔维和张勋就不是要走家电压了 就是把权利还给这个 还给大清 而且我过去写文 就在这几年当中 各种地质方案都出现了 老乃圈提出的这种方案 各种方案也不是这么一家两家了 那这里边他都是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转型当中 中国是需要一个威权的架构 那么这当然 这是个应该看到 康尔维看的 你就应该看到 康尔维呢 看到中国社会转型当中的 这种威权架构的必要性 可能这样来理解 来理解就是他当时这个观察 因为康尔维 还有一篇文章叫 中华救国论 他里边就讲到 就是共和这个架构说 可能共和架构 这是他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观点 就共和架构 就共和架构适应在欧洲 北欧那种小的国家上 瑞士 那么像对这种大的国家 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国家 康尔维明确讲可能不行 可能是不适合的 所以这样的他就是他这种认识 那么他就推动这么一个 一个改革 一个改革就是往回走的改革 所以其实现在中国这种 在这个架构上我们就可以放到 一个长时段去理解它 当然了在1917年 这是失败之后 1917年这个地质复辟失败之后 中国再也没有 出现过地质复辟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质复辟没有了 但是中国仍然在集权 分权上面 出在一个这样一种 不断的调整过程当中 因为这时候在1917年的时候 就是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 就是政党政治的这种 这种的强势化 特别是十月革命 在1917年发生之后 那给中国的歧视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你说 恢复的地质是一家一姓的之天下 那就是走向 十月革命这个路径呢 就不是一家一姓了 他这个国家的政治架构 可能是更稳定 更有力 所以这样要放到这个尝试段来理解 康有为当时的这些主张 可能也会有一点启发吧 但我想讲这个意思 说是哪里 在这边的外团里面 和我们的政治架构 是不信任的 就是这种方法 不信任的 这些人 就没有中心 有点 有点 很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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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